大家好,欢迎来到丛林开始学英语频道 希望您能在开始学习前花两秒钟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意思是,我一直都怎样怎样 这个短语的使用可以表达过去到现在的延续性动作或状态 强调动作或状态的持续性和重要性 例如,我一整天都在工作 意思是,我想要怎样怎样 这个表达方式通常在正式场合、商务交流或书面英语中使用 更显得礼貌和客气 它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请求或需要更加正式和有分寸 例如,我想看一下菜单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menu, please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menu, please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menu, please I need to 意思是,我需要什么什么 这个表达方式强调了一种必要性或紧迫性 表示自己有一个任务、目标或责任要完成 它通常用于日常口语交流中更加直接和实际 例如,我需要去看医生 I need to see a doctor I need to see a doctor I plan to 意思是我打算怎样怎样 这个表达方式表示某人在未来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或打算去做某事 强调了预先的规划和决策 它通常用于个人或团体制定计划、安排活动或追求目标时 例如,我打算出国留学 I plan to study abroad I plan to study abroad I plan to study abroad I feel like 意思是我想怎样怎样 这个表达方式用于表达个人的情感、欲望或倾向 强调主观感受和个人意愿 例如,我想去购物 I feel like going shopping I feel like going shopping I feel like going shopping I was busy 意思是我那时正忙什么什么 这个表达方式用于描述某人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段内很忙碌 强调过去的状态和忙碌程度 它可以用来说明某人无法参加某项活动 无法完成某项任务或无法回应某个请求 因为他们在特定时间段内有其他事情要忙 例如 我那时候正忙着跟老板谈话 I was busy talking with my boss I was busy talking with my boss I was busy talking with my boss I want to 意思是我想怎样怎样 这个句子结构常用于表达个人的意愿、目标、计划或愿望 它可以用于各种场合 包括日常对话 表达个人的喜好或兴趣 提出请求或建议等 例如 我想与他对话 意思是我想要你怎样怎样 这个句子结构用于明确表达你对他人行为的期望或要求 他通常在指示、命令、请求或建议等场合使用 表达你希望对方按照你的要求或指示行动 例如 我要你来接我 意思是我认为他应该怎样怎样 这个表达方式用于表达个人的意见、观点或建议 他表示认为某人应该采取某种行动或做出某种决定 使用这个方式表达时 需要注意将观点与事实或他人意愿区分开来 以示个人主观观点 例如 我认为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意思是我原本应该怎样怎样 这个表达方式表示对过去的某个行为或决定感到后悔 认为自己本应该采取不同的行动或做出不同的选择 他用来表达遗憾或反思自己在过去的某个情况下 应该做得更好或更明智 例如 我原本应该买下那张票 I should have bought a ticket I should have bought a ticket I should have bought a ticket I wish I could 意思是 我希望我能怎样怎样 用来表达对当前无法实现或无法改变的愿望或希望 例如 我希望我能够流利地说英语 I wish I could speak fluent English I wish I could speak fluent English I wish I could speak fluent English I bet 是一个口语化的表达 意思是 我敢打赌 我敢肯定 用来表示对某件事情的强烈推测 猜测或肯定 例如 我敢打赌 他会再次迟到 I bet he'll be late again I bet he'll be late again I bet he'll be late again I cannot wait to 意思是 我迫不及待怎样怎样 这个表达方式 常用于表示自己对某件事情的兴奋和期待 强调自己迫不及待的想要实现或体验某事 注意 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可以使用这个表达方式 例如 我迫不及待的想再次见到你 I cannot wait to see you again I cannot wait to see you again I cannot wait to see you again I have no idea 意思是 我完全不知道 这个表达方式强调自己对某个问题或情况的无知 没有任何相关的信息或答案 它可以用于各种场合 包括日常对话 询问 回答问题等 例如 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这是一种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意思是 我必须要怎样怎样 或我得怎样怎样 它表示你有一个强烈的责任 义务或紧迫的需求去做某件事情 例如 我必须要在九点之前回家 I have got to be home by 9pm I have got to be home by 9pm I have got to be home by 9pm I've heard that 意思是 我听说什么什么 这个短语常用于表达你从别人那里听到了一些信息 传闻或消息 并且并非完全确定或亲眼目睹 例如 我听说他喜欢你 我听说他喜欢你 I've heard that he likes you I've heard that he likes you I've heard that he likes you I've had enough of 意思是我受够了什么什么 这个短语常用于表达对某事或某人的厌烦 不满或无法忍受的情感 它表示你已经达到了某个极限或临界点 不能再忍受或容忍下去 例如 这道菜我已经吃腻了 I've had enough of this dish I've had enough of this dish I'll help you 意思是我会帮助你什么什么 这是一种表示你愿意提供帮助 支持或协助的表达方式 例如 明天我会来帮你搬家 I'll help you move tomorrow I'll help you move Tomorrow I'll help you move tomorrow You're supposed to 意思是你应该怎样怎样 这个表达通常用于提醒或指出某人应该遵守某种规定 道德准则 期望或责任 例如 你应该这么做 You're supposed to do it this way You're supposed to do it this way You're supposed to do it this way You seem 意思是你似乎怎样怎样 或从外表或行为来看你好像怎样怎样 这个短语用于描述或评论某人的外观 行为或状态 例如 你看起来不高兴 有什么事情困扰你吗 意思是你最好怎样怎样用于给出建议警告或表达强烈的建议意愿 表示某种行为或决定是明智或有意的 他强调了对方应该采取某种行动以避免潜在的后果或获得更好的结果 例如 你最好去看医生 You'd better call a doctor You'd better call a doctor You'd better call a doctor Thank you for 意思是为什么什么感谢你 是一种表达感谢之情的常用短语 用于向他人表示感谢或对某件事情表示感激 后面会接上对方所做的具体行为 提供的帮助给予的礼物等 这样可以更清楚地表达你对对方的感激之情 例如 谢谢你的礼物 Thank you for the gift Thank you for the gift Thank you for the gift Let's not 意思是我们不要怎样怎样 这个短语 用于提醒对方避免某种行为或情况 以更好的处理问题或达到共同目标 它可以用于不同的情境 例如讨论决策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例如 我们不要讨论它 Let's not talk about it Let's not talk about it Let's not talk about it As far as 这个短语的意思 据了解 通常用于开始一个句子 然后接上特定的主题或议题 它可以用来表达个人观点 提供限定条件 介绍相关信息或提供比较等 例如 据我所知已经取消了 As far as I know It's cancelled As far as I know It's cancelled As far as I know It's cancelled It looks like 意思是看起来 这个短语通常用于开始一个句子 接着描述或推测某个情况 事件或现象 它可以用来表达个人观察 推测 假设 或总结 例如 看起来它喜欢你 It looks like she's into you It looks like she's into you It looks like she's into you 谢谢您的观看 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赞 关注加评论吧 下期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周一见 拜拜